龙岭村终于是再次来到这个村子 上一次来到这个村子是被雨水坠着跑 这次则是倒赛来到这个地方 简直是接受了水火的洗礼 但是这个地方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因为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上次来到这个村子 然后说龙岭村 很多人以为是阶西龙岭 其实正确来说这个村子叫做龙岭下 因为这里是龙岭村还有下村组成的 所以叫做龙岭下村 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不必说太多的话 因为美景是用来欣赏的 对不对全地板 所以等一下就直接用航拍摆机 把整个村子的全貌 把整个村子的风景分享给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